IT全播报 新奇酷炫早知道 目前AMD RDNA GPU新架构只有一个Navi10核心 显卡也只有一个定位中端的RX5700系列 这显然是不够的 尤其在主力市场 Flaris北极新架构已经坚持了好几年 也是时候灌代了 早在6月份RX5700系列正式发布之前 Navi14核心已经出现在了Linux驱动中 到了7月份又在Compubanch测试中曝光 据最新消息 MESA 3D Graphics Library开源驱动 对于Navi14核心的支持已经提速 力争在最近几周内就要发布的MESA 19.2版本就完成 MESA 19.2驱动的后选版 安排在8月27日 9月3日 9月10日 这样的时间表对于一款还在开发中的GPU核心来说 也十分紧张了 但另一方面也说明 Navi14核心已经相当成熟 发布时间也有望提前 下一个大版本MESA 19.3的后选版 要等到10月份 最终后选版则安排在11月5日 很显然AMD不想得到那个时候了 按照此前的消息 Navi14应该是缩下版的Navi10 工艺肯定还是7纳米 或许会命令为RX5600系列 或者RX5500系列 最终取代RX580 590